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跟我一起出去走走 赵大爷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踏实 本想着在中午睡一会儿不不觉 谁知道老伴儿却表示 老年人不适合午睡 应该多运动 是真的吗 钟南山院士表示 午睡就是他的加油站 每天中午睡半个小时 对他下午的工作状态 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也建议大家 在中午适当的午休一段时间 对身体也有好处 单看钟南山院士的身体素质 就能理解一二 适当的午睡 对他的精神状态 身体素质也有很大的影响 坚持每天睡半小时 身体有何好处 消除疲惫 提高记忆力 一上午的工作 学习 会让人们的精神高度紧绷 大脑也会产生疲惫 乏力的感觉 在中午睡半个小时 也能让大脑 得到更好的解伐效果 并且有研究发现 睡午觉的时候 能够帮助人们 将短期记忆 转化为长期记忆 上午学习的碎片化的知识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从而提高人体的记忆力 缓解压力 放松心情 如果你平时工作 压力比较大 并且经常会出现 头晕脑胀的感觉 多半是精神过度紧绷了 在这种情况下 适当的午睡半小时 能够更好地放松 紧绷的大脑神经 缓解压力 改善紧张焦虑的情绪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 一项研究发现 午睡也能有效地 驱除心理的抑郁 预防老年痴呆 减少心脑血管病风险 专家发现 中午1点是睡眠的 一个绝佳时期 短时间睡眠 可以很好地 刺激我们体内的淋巴细胞 并增强自身的 免疫细胞的活跃性 对中老年人来说 每天能够抽出 半个小时午睡 能够较好的 让心脑血管受益 并且还能起到一定的 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午睡醒来后 人体的思维逻辑 也会更加敏捷 发生老年痴呆的风险 也会更低 保护心脏 每周如果至少进行三次 每次30分钟左右的午睡 能使心脏性猝死的风险 降低40% 另外 在习惯午睡的国家和地区 冠心病的发病率 比非午睡国家要低得多 这可能是由于中午休息 可以缓解心血管系统 和减少人体紧张情绪的缘故 事实上 我们的身体需不需要小睡 这与自身的性格 睡眠状态 年龄和疾病密切相关 夜间睡眠时间和质量都很差的话 中午应该给身体充一下电 睡眠质量差的老人 也可以通过午睡 得到真正的休息 所以 合理的午睡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但是 也有老人想问 午睡之后 难道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吗 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那就是控制午睡的时间 对身体健康 睡眠相对规律的老人来说 随着年龄的衰老 晚上的睡眠时间 大多在六到七个小时左右 虽然能够满足正常的睡眠需要 但是 也容易在白天出现 经历不济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适当地午睡半个小时 也能缓解疲劳 但是 对一些总是出现失眠 多梦的老人来说 午睡确实可能会对夜间入睡 战胜一定的影响 如果你经常觉得晚上睡觉 比较困难 不建议午睡太久 可以将睡意先忍一忍 在晚上 适当地营造好的睡眠环境 也对调整作息习惯有好处 还要提醒中老年人的是 午睡虽好 但并不是睡的时间越长越好 午睡时间过长 危害可不少 首先是前面提到过的 会影响老人晚上的睡眠质量 白天睡得太多 夜晚也就不困了 长期如此 很可能导致昼夜颠倒 对大脑健康也是不利的 其次是午睡的时间太长 可能导致大脑从浅层睡眠 进入深层睡眠 更容易产生大脑皮层抑制 供血量会有所减少 在睡醒后 更容易出现昏昏沉沉的感觉 越睡越容易觉得累 还有 有研究发现 午睡的时间过长 也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主要是因为在午睡时 身体内的血液循环速度 可能逐渐减慢 体内的代谢也会减慢不少 对中老年人来说 午睡时间太长 也可能让心脑血管面临风险 所以午睡时间 应该掌握在 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是比较科学的 最长也不易超过一个小时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 午睡建议躺在床上睡 避免趴着睡或靠着沙发睡 午后暖洋洋的阳光 让很多老人习惯半躺在躺椅上眯一会儿 但这样午睡 一则可能因为眼睛 长时间受到阳光的刺激 在睡醒后 很容易影响视线 二来 中老年人的脊椎曲线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睡着后受力不稳定 容易越睡越累 越睡越觉得腰酸被痛 建议人们躺在床上睡 适当地遮挡卧室内的阳光 保持一个相对舒适昏暗的环境 此外 趴着睡也是午睡的一大禁忌 趴着午睡容易导致多处神经受到紧压 两臂 脸部 手脚都发麻 如果压迫到眼球 很有可能出现暂时的视力模糊 长时间如此会形成高度近视 甚至演变成清光眼 当然 趴着睡觉肯定没办法维持正确的坐姿 脊椎无法舒展 很可能会导致腰椎肩盘突出 而且趴着睡 还会影响手臂的弓血 也可能长时间地压迫面部 眼睛等部位 容易导致弓血不足 睡醒后可能留下很深的印记 也可能增加诱发面瘫的风险 不建议尝试 还有千万不要戴隐形眼镜入睡 戴着隐形眼镜午睡醒来时 会感觉眼睛莫名流泪 并且视力模糊不清 而人们合眼的时候 氧气是通过血管渗入 而隐形眼镜却隔离了这个途径 眼睛呼吸不差 细胞缺损 亦引发感染 导致肝眼病 角膜溃疡等 除了这些 还要注意睡前不要吃油腻的食物 不吃得太饱 油腻食物会增加血粘稠度 加重冠状动脉病变 加重胃消化负担 餐后不易立即躺下午睡 午餐后大量的血液流向胃 血压下降 大脑供氧及营养明显下降 亦引起大脑供血不足 一般应时候休息十几分钟再午睡 而且午睡时应避免受较强的外界刺激 因入睡后肌肉松弛 毛细血管扩张 汗孔张大 亦患感冒或生其他疾病 也应注意免受风寒 醒后轻度活动 午睡后要慢慢站起 再喝一杯水 以补充血容量 稀释血液粘稠度 不要马上从事复杂和危险的工作 因出醒时 常使人产生恍惚感 最后午休时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盖好衣备 因为人在入睡后体温相对较低 入睡和清醒时的冷热不均 容易引发感冒等疾病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